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经济日报的李国卿 港股今天有点反弹 就不像这几天天天都阴烛下跌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 汇市与地产 未讲到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行申指数 行指全日就升了145点 收报27668 大概升幅0.5% 成交就有832亿 大家先看行指这幅图 连日阴烛之后终于出现了一支小阳烛 还要是内困日来的 在星期四的上下波幅之内 就是一个代变的形态 短期趋势你看到 画了一个绿色的上升通道 即是港股其实趋势上高 其实仍然都是 有些反复上升的格局 只不过连升8个月之后 去到9月没办法 高位度调整一下 估计调下去都是昨天这么说 26,800到27,000区应该有之前 我觉得未必一定跌得那么深 那究竟会不会跌得那么深呢 如果它靠下或者射完之后 美国反应不大呢 那就应该对港股影响都不大的 好 第二个point就是留意着 美国可能缩表这件事 但是呢 市场现在对缩表的反应 就好像没有太大反应 因为十年期美债息跌到2.04 如果真的很怕缩表的话 美债息就不会跌了 因为债息跌就是债价升 就是现在的人都还是很乐意买债 照计如果呢 很怕联储局不再买债减少 买债缩表的话 那应该比债价应该是跌的 市场不是这样的反应 好了 说回今天 两个焦点 第一个就是汇市 汇市为什么是焦点呢 大家看美汇指数 美汇指数呢 哎 今天跌到91的边 最低见过91.01 今年年初的时候是一百零几 一百零五左右 跌到现在这个水平 都不可以说少 跌到十几个百分之下 那是跌完了没有 对呀 趋势上高似乎 未见它跌完 事实上美国政府很想美汇跌 因为特朗普就想振兴美国 美国多些出口 美国怎样可以多些出口呢 美元弱当然才会多些出口 所以政策上高 美汇是有机会继续反复下跌的 好了 不断跌之后 钱流债去哪呢 美元跌就流向世界各地 包括人民币就升很多了 今天美元兑人民币最低跌到6.44水平 现在呢 都是低过6.46 报6.4591 那你见近期都是反复下跌 即是美元跌 人民币上升的意思 后市也是 后市也是 现在阿爷呢 就想说回稳 即是整个政治气氛也好 经济的情况也好 就来迎接十九大 所以呢 人民币上升它都是乐意见到的 只要人民币不是急升就可以了 不过近期其实都挺急的 好 那今天其实港元都升很多 美元对港元一度跌穿7.8 即港元升穿7.8 那现在都是7.8088 那就是资金呢 有流向人民币 有流向港元 那港股呢 有一半都是人民币资产来的 加上流入港元 那便利好港股 好了 今天第二样焦点就是地产板块了 因为呢 市场传出呢 这个首置那个计划呢 就可能会将些农地 就改变用途 那便利好本港那些地产股 特别是农地多的地产股 好像这个恒基地产那样 一支占标上升成5.8% 实际上呢 有春光鸭的 一早就知道这一牌 那些市弱的 它都天天都是这样升的 好 新世界发展 这一支呢 有没有农光鸭 有少少呢 那这里都是阳足多的 但是呢 就没有恒基地产那么受惠 实际上今天升幅都是略顺少少 有整个 升5.7%而已 那新鸿基地产呢 今天升4% 它都不少农地的 那这里你看到有阴烛的 就是不是首选 市场首选的就是 就是这个恒基地产 另外呢 长实地产呢 就不是那么多农地而已 所以呢 其实呢 它这陣子的阴烛多了 今天呢 虽然突破下降轨 但是呢 升幅是最小的 只有3.6%而已 但无论如何 地产股呢 短期呢 本地地产股呢 短期呢 都可能会继续抛上去的 大家注意 另外呢 昨天呢 有读者就说 好像我没有说到 一些潜质股 其实有的 好像中国燃气那样 昨天我有说到 最后讲的这个 估计会升到24元 那结果今天呢 一旦旦上来 最高升9.5% 收市的时候 都升近8% 收21.65% 那都是 照继续看着24分先 好了 今天分析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